背景的部分 али吧大家欢迎发更火禄的频道 在上一期香港的吃喝玩乐出来之后 很多人在褫臭澳门 options 现在是澳门一些吃喝玩乐 澳门的话大家都知道赌场上场很多 但是平时去澳门玩的人可能不太会去澳门真正的居民区 所以这一次我也是头一次深入到他们本地的居民区生活的一些区域去逛一下看看 就是因为赌场上场什么的大家也经常看所以没什么新意了 话不多说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推荐一下各位如果你是青庄上阵追求比较高的过关效率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走清茂口岸这边速度还是挺快的 到路 你又吃茶叶了 看不见 嗨 吃茶叶了 朋友派你来借我去他的店铺先坐一坐 他这家店铺主要是售卖一些手照眼镜为主 还有一些其他的服饰周边 服饰这方面相关产品呢 你也可以在广州江南西的Messasport家的店铺找到同款 喝得很 stitch 跟着呢 我的屁呢整个屁呢是九二五 那每一只呢也会有屁号的 在这一栋 这个飞癌店里主要是看一下 他们店铺最近新营入的一台菜市的新的雁光机 这艳光机我之前没有见到过 比较小的行李比较方便 今天就主要是来体验一下 这台机器究竟有什么样的本领 当然艳光的过程比较繁琐 我就不完全展现给你们看了 大概加速给你们看一下 简单总结就是 这台机器能够在平时普通艳光机的基础上 检测到更多一些维度 比方说平整度 更多的一些高阶视差等等的 这种方面的参数 在艳光的时候 给到你多一些维度的参考 包括一些佩晶的建议 对于四光学矫正人群的这种 矫正方向会有更多的一些辅助 同时相比起普通的艳光流程来讲 这台机器验下来的一些参数 有一部分可以当作一些预防眼部疾病发生的征兆 或者说是参考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眼部检查吧 应该是正直 嗯 有 都是有眼清点的 都是有眼清点 对啊 一定要更加挑剔一点 对啊 一定要先剪剔 因为遮光和尖外线是两个维线的 你千万要搞清楚这件事 遮光当然是令它舒服一点 但是如果它没有防尖外线 你要放大 那边吸收它就会更加多 我感谢了 风影会更加大 那么在这之后我们又一起去了附近的街区逛了一下 看了一下著名的山盏灯以及附近的市场 我还挺喜欢逛市场大家应该都知道 接下来就各种好吃的东西啦 晚餐我们一起吃了蒲果菜 蒲果菜比较重口 各位中口的人士可能会比较喜欢 然后也去了观野街 也听到了澳门本地的人很疑惑 为什么观野街现在会变成牛渣街 吃完中口的东西还是照例来点 清淡一点舒服一点的 就是吃一家比较早牌的糖水吧 新山达是地段还ok的 虽然它爱着银河的会议中心 后面这边巴黎人 这边是他正在建的银河第四期 然后过马路也就是这个转盘对面就是万豪 万豪的那一边就是利斯卡尔顿 可以从这边就直接过马路进到银河商场里 还挺近的 如果你坐他们的班车的话 它是从后面这样绕一圈 然后这样过去就就就就挺远的 还要去啦 还要还要还要 放来 这里面有鞋柜 然后有一双替换的拖鞋可以带走 还有擦鞋服务 不过这个鞋脚感我觉得就普通吧 哦 茶 咖啡 第二层是小零食 有一盒饼还不错 杏仁饼 蛋卷 一个杯面 冰箱 还可以吧 有点软硬什么的不是很多 这个安达是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就也不是说很豪奢 但是 至少我来的这个时间订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能接受 大概不到一千块 就这样了 挺简单的 典型的广灶三层 药材药类 这是他们跟柯尼订的算是有点绝版的别注款 是一个蓝色戴帽纹的赛鲁洛款式 它这一款名字叫做 Koit 这赛鲁洛版才能仔细看它进腿 是没有新的 完全通透 所以这个加工程度会比较难 然后现在加工这个的师傅不在了 所以后面他们是不会出这种类似的款式了 并且这一个Koit它别注款是一个独立笔托 就不是那种一体式的笔托 然后这一个蓝色戴帽看起来是非常的艳 显着可能会配一个软蓝色的镜片 应该挺漂亮的 我觉得上脸效果还是OK的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款式设计比较简单 然后配一个就是日常当光学镜带 不错 如果配墨镜片就当墨镜带 就低调好看 配搭感受也不算挺舒服的 赛鲁洛这一种板材的触感还是很轻浮很舒服 它结构设计也不错 我都没怎么调过这笔托 就大概这个样子 Qinni这个品牌是由设计师全国富士喜 创立于2013年 它之前有一个买手店 所以它对时装方面的理解 或者说Vintage这方面的理解 有它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也达成了Qinni这个品牌 其实有着蛮浓的Vintage方向这样的设计感 包括有很多时尚杂志 以及造型工作会 拿用它们的眼镜来做搭配 除了我收获到这款别注款Coin之外 我另外还在他们店里看到了 刚刚到货新鲜果子辣 还买来集QC分检的一款全Ti的金框 我也上脸试带了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它这一款Ti的整体上脸的效果 包括质感还有结构上的稳定性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和厚度达到了3毫米 大概有个四五个不同的颜色 默认的晶片是有点微微茶色的感觉 只是由于收到的时候太新鲜 他们还在检查 我连名字都还没有来集记下来 不过款式确实还不错 然后另外我看到这个款式 还有半框的版本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再去查找 五指压刷虽然限速Ring需要遵守 但是这个真的不算很好用 而且这个刷毛的面积太大了 我有牙膏还OK的 蛮好用的 看一下这个餐单 客房送餐刚没有看 哇 哦早餐啊 我记得在网上看是220个人的自助早餐 这边送餐是不是贵一点 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啊 嗯刚吃完我确实看着什么都不想吃 随便放一觉吧 大概就这样 了 现在是准备到12点午饭时间 哇 真的是个钻石啊 水晶大堂出来 在这里可以去新鸡酒店的班车 这班车就可以送你过大海了 大约10分钟发车到到达还不错还快的 然后往那边走 现在去逛街 我觉得太远 其实我走了大概有一公里多吧 还挺好玩的 然后前面右转应该就到比较旺的区域了 最早 Hello 最早的Ockley 哦 看到了 Ockley Brain set 撒冷 有尾方 Brain set Brain set Brain set 这层是重的 是重的 是重的 天台很漂亮 我愛你 很老式的雪糕店 其實牌子挺喜歡這些的 我們上次教新日文的活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竟然太多人 之後我們就租到一個場面 大家已經想進去吃一間雪糕店 可以吃嗎? 可以吧! 雪糕三文字 可以吃嗎? 雪糕五酒 沒有嗎? 衣服夾著三文字 到了 其實可以怎麼賣 這邊人流量大很多 近銀座 澳門貫島就是這兩間 忘了跟董哥介紹 這個是新年 The Big Apple 是她說的 不是 我們去大和逛一逛B Apple 然後我們現在去喝咖啡 他還是這麼矮才可以回家 哦 重新做過 是 重新做過 很漂亮 現在乾淨了很多 到了 先試一下 哇 都幾多人 哇哇 HOLD CARD HOL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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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O BLACK 再挖一個JERBO HAY The Big Apple所在 這條街區呢 往前後走都有蠻多不同的小店鋪 你可以計水坑尾才要街道的名字 一坑尾才要街道的名字 一坑尾才要街道往下走 可以連著大三八 那一個歷史文化街區一起逛 如果往反方向 你也可以去到塔斯廣場 偶爾會擺一些藝術集市的場地 當然我去到的時候 集市還沒有開 總之這附近還是蠻多東西逛的 塔斯廣場 如果繼續往前走的話 那就是三盞燈的方向 那邊就真正的去民區了 畢竟好吃的小店也不少 如果這次無意中逛到這家玄濟麵店 我是覺得很值得來試一試 好多人啊 這樣很不錯 試試看 好多人 晚上 這是短點的啊 吃好了 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可是總共路過偶爾看到的 分測不好 不過人有點多 因為我是一個人的話 所以可以拼桌 就還蠻快入座的 如果人多浪 我們要稍微等一下 但是東西和價位 我覺得都還可以 吃吃看 走著走著來到這個小巷 有個風景 我覺得一定要跟女生想一下 可能晚上才能看到這樣 首先這邊是一個廟還是祠堂 然後轉過來 看 這個角度比上面 東旺陽那條街 拍普京大廈好看很多 因為這條小巷裡面 感覺有很多小店 名字叫做 白灰街 進去走走看 進去走走看 小酒吧 上堂工房 吃麵 因為現在剛過飯點 時間八點鐘 所以應該是飯店 也不太多人 我剛吃飯的時候 人是最多的 這裡有個電梯 方便上下 欸 關了 先下去就可以到我下午 逛的水坑圍那條街了 這邊有電梯上的話 還挺省力的 上面那條就東旺陽了 然後 前面好像沒什麼了 上去吧 平時很多人會在這個角度 就路邊車站旁邊的這個 熬位 站在這裡拍這條街 但是有時候會被扯了 好不好 在這邊拍還是稍微注意一下安全 頭跟手不要伸出這條線以外 很快喔 可以喔 它最愛給的景量 蠻好喝的 乾杯 吃的還是蠻多可以選的 不過來的有點晚了 現在 他們十點半有收檔了 所以就先拿了東西 再過去一起吃 地方挺大的 而且人還是挺多的 還有一些他們本地是有做的小點心 剛問師傅說他們另外有一個廚房加根 再送過來種 感覺還不錯 可以那就先這樣吧 也挺豐盛的 主要是他們這邊服務是蠻好的 基本上 除了你自己需要外面撿東西之外 所有的服務檔都給你服務到你的位置 你知道嗎 你怎麼動 不是外面 就是麵特別鬆 走了 看一下安達斯這大堂的 樓孔 我覺得它這個還是設計很帥 人好像是貼氣的 尾巴 要是太陽超大的 最後的旅程 搞定 回家 把帽子被吹走了 好 好 出來的公圈 回家人家保持一個 我很早就想說 吃這種黑椒飯 好幾個大堆餐 沒有 30塊錢 飯加了日常 然後 一定要是藍店的 買它很不錯 你喝就知道 我剛才說 不是這樣 我們蛋奶加炸蛋 口味 我先不在家 我先不在家 我先看 這是青條味 我先去吃 我先去吃 有什麼絕大 我先去吃 吃 以上吧 以上吧